大家好,这里是小爱。 短暂的夏天也必然是它们繁育下一代最合适的时机。 而对于雪霄来说,它们一窝最多可以产下14颗蛋,这样一笔的话,红笋的生育率就完全不够看了。 不过不用担心,虽然雪霄能一次性产下14颗蛋这么多,但是并不是每一颗都会孵化,一般来说,一窝能孵化4到5只雏鸟就非常不错了。 而当雏鸟孵化之后,它们就会躲在此雪霄的羽翼之下寻求温暖,毕竟刚刚出生的它们,身上的绒毛还不足以抵御严寒,因此按常理来说,都是雪霄妈妈来保护孩子们。 雪霄爸爸出去捕猎,他需要独自承担起全家的口粮,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为数不多的孩子们都能存活下来。 终于,雪霄爸爸带回了一只驴鼠,但是对于这一大家子来说,一只驴鼠是不可能让每一个家伙都吃饱的,也根本满足不了这几只雏鸟的需求。 但没办法,现实就是这么残酷,尽管雪霄爸爸不断地尝试,也依然没能定期带回食物,这也使得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。 毕竟在这样一个极度寒冷的地方,不只是存活的生物很少,就连一些植物也很难在这里生长。 迫于无奈,雪霄妈妈只能过早离开巢穴前去寻找猎物,但是为了保证雏鸟的安全,它又不能走得太远,在寒风刺骨的北极,为了躲避寒冷,小雪鸟们也只能被迫离开巢穴,来到土丘下面寻求避风之地。 没有了妈妈的庇护,他们是很容易被这严寒给冻死的,但是雪霄妈妈经过一番搜寻,她也还是一无所获,于是只能先回到雏鸟身边,防止自己的孩子们被冻僵。 而另一边的雪霄爸爸已经在外搜寻了几个小时,为了养育这一大家子,他一刻也不敢停歇,终于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,在抓到驴鼠之后,雪霄爸爸即刻返回, 生怕自己的孩子们被饿坏,反观这些小家伙,总能在最需要食物的时候获得自己父亲带回来的猎物,不过让人高兴的是,这一次雪霄爸爸好像是发现了捕猎驴鼠的绝佳地点,只见美国多久他就又带回了一只。 随着对方不停地带回猎物,这好像是把驴鼠的老巢给端了,有了这相对充足的食物,雏鸟们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挨饿了。 但话又说回来,我们都知道大自然的残酷,虽然说眼下食物充足,但是在这五只雏鸟中却有一只最为弱小,这明显不是好的预兆。 雪霄妈妈察觉到了不对劲,她尝试着把驴鼠喂给这个虚弱的小家伙,但是让人着急的是,这个小家伙虚弱的都吃不下食物,看来活下去的希望已经变得非常渺茫了。 雪霄妈妈内心万般痛苦,但又无能为力,最终她还是小心翼翼地把小雪霄揽入怀中,试图给她最后一点温暖。 她知道用不了多久,自己的孩子就会彻底离开自己,而此时一场大雾突然席卷了寒冷的北极大地,几只小雪霄努力地让自己待在妈妈的羽翼之下来避开刺骨的寒冷。 对于她们来说,目前她们每只雏鸟每天要进食五只驴鼠才能勉强生存下去,但眼下糟糕的状况却给小雪霄们带来了致命的打击。 因为这样的天气无法捕猎,雪霄爸爸要想出去寻找食物就只能等待冰雾退去。 但是看到饥饿的孩子们后,雪霄妈妈变得非常着急,终于在八个小时之后,冰雾渐渐退去了,然而就在这个时候,糟糕的一幕还是出现了。 最弱小的雏鸟终究还是变得奄奄一息,雪霄妈妈看到可怜的孩子,眼神里透露出些许的绝望,紧接着,她小心翼翼地把小家伙揽入怀中,试图给他最后一点温暖。 另一边,雪霄爸爸经过不断地侦查,终于在几英里之外发现了驴鼠的踪迹。 但是这个好消息来的,终究还是太迟了,从一开始那个小家伙就很虚弱,大概率不是食物的问题,要不然当妈妈去喂养他的时候他也会去吃,结果他连食物都吃不下去,只能说在这样寒冷的气候下,小家伙的身体终究还是没有扛下来。 最终,小家伙在妈妈的怀抱中失去了生命的迹象。 另一边,抓到驴鼠的雪霄爸爸这急忙慌地往回赶,然而就当他回到潮雪的时候,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早已不知去向,于是他赶紧朝周围看去。 终于在不远处看到了他们的踪迹,这种行为真的很奇怪。 小爱到现在也不明白妻子为什么要带着孩子离开最开始的居住地。 这样难道不会让雪霄爸爸找不到家吗? 而且一路走下去,对小雪霄的体力也会有所消耗,那他们岂不是更饿? 紧接着雪霄爸爸继续外出捕猎,并继续带回美味可口的食物。 至于说为什么雏鸟会离家出走,后来经过拍摄人员的观察发现,原来雏鸟迫切地想得到食物, 以至于他们追寻着他们爸爸捕猎的方向不断前行,一天下来,他们竟然可以前进几百米。 为了吃的,也为了能够更早地和自己的父亲会合,这些小家伙们也真是敢于冒险呀。 当然,其中的危险也是非常大的,一旦遇到捕食者,这些小家伙也会成为别人的食物。 好在在充足食物的滋养之下,小家伙们也在快速地成长,此时的他们也长出了厚厚的绒毛,这天然的羽绒服足以帮他们抵挡北极刺骨的寒冷。 伴随着小雪霄的成长,他们的胃口也是越来越大,而雪霄爸爸也从来没有任何怨言,始终是不停地穿梭在驴鼠和孩子们之间,这一刻也不得不佩服父爱的伟大。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,小雪霄们依然在不停地前行,依然在为了和父亲早点相遇而做着努力,终于他们被一条河流拦住了去路,现在的他们根本不会飞,那又如何才能过河呢? 后来经过一番讨论,他们之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率先做出了尝试,只见他在水中不断拍打着翅膀,就这样顺利地来到了对岸。 没想到小家伙居然会游泳,这种奇葩的行为也再一次刷新了小爱的认知。 接下来该第二只雪霄过河了,不过看样子他明显有些怯场,但是水中的鸭子似乎给了他一些鼓励,紧接着他勇敢地来到了水中,并大胆地向前游去。 这一次他也终于成功地来到了对岸,伴随着时间的流逝,小雪霄的羽毛也在快速地生长,而且他们也成功跟随着雪霄爸爸来到了海边,在这里食物异常充足。 雪霄爸爸也终于不用一直在路上浪费时间了,在这里只要拿到食物,就可以直接喂给孩子们,小家伙们终于可以不用饿肚子了。 而眼下对于小雪霄们来说,最重要的就是练习自己的捕猎技巧和飞翔技能了,因为在不久之后,他们将离开自己的父母独自外出闯荡。 在八月初的北极,气温开始急剧下降,很多动物开始离开这里往南迁徙,而此时也到了小家伙们该离开的时候,看着孩子们离去的背影。 这对雪霄夫妻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神圣的使命,在来年夏天到来的时候,或许这对夫妇将会在这里继续养育下一代吧。 眼前这个正在哺育孩子的雪霄妈妈非常警惕,她正盯着面前的人类一动不动,毕竟面对这种体型比自己大很多的动物。 雪霄妈妈的第一反应还是会选择先看看有没有威胁,然后再决定之后的具体行动。 即使她身下的孩子们已经饿得受不了了,不停地在雪霄妈妈的耳边鸣叫着。 雪霄妈妈也完全不在意,必须得先确认面前的两脚兽会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才好,否则她是不会给孩子喂食的。 这也是我们之前为什么说,一些摄影师在拍摄野生动物的时候都会选择伪装,或者说在他们的巢穴留下一个隐秘的摄像头,这么做的原因首先自然是不会打扰到他们。 其次,在鸟类的世界里,如果说他们发现自己的巢穴被人类动过,那么他们会有很大的概率会抛弃掉这个家,然后另寻一处藏身的地方。 而如果说这个时候,巢穴里还有未出生的孩子,那么鸟妈妈也会直接抛弃掉。 我们之前也说过,对于红笋这种猛禽来说,有时候会因为食物短缺的原因,导致红笋父母都会出去捕猎,而这个时候他们的孩子被人类救助,或者说,救助者不小心在幼鸟身上留下了我们人类的气味,那么红笋夫妇也会果断抛弃掉这只,沾染了我们人类气息的幼鸟,这无疑会给红笋繁衍后代带来一定的困扰。 就比如今天这期视频,正因为摄影师没有伪装自己,把自己直接暴露在了血肖妈妈的眼前,因此为了安全起见。 血肖妈妈明知自己的孩子们已经饿坏了,却还是果断地停止喂食来确保自身的安全。 好在经常长时间地观察,血肖妈妈最终确定面前的人类不会对自己和孩子们造成威胁,这才重新准备照顾自己的孩子们, 但是现在的血肖幼崽已经饿坏了。 而血肖妈妈因为被打断了进度,所以不得不和重新开始,她低着头摆弄起自己的孩子。 而孩子们根本不想重新回到妈妈的身下取暖,因为现在的他们只想获得一点食物。 血肖妈妈终于想起了正事。 她记得自己在发现人类之前,身旁还放了一只丈夫带回来的猎物,她急忙叼起身旁的老鼠,孩子们终于可以吃到美味的食物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,画面里突然又出现了一只血肖,这只血肖的全身都是乳白色。 虽然也有黑斑,但是相比起血肖妈妈就少很多了,很明显,她就是这帮小家伙的爸爸了。 只见血肖爸爸的嘴里还叼着一只刚捕捉到的猎物,这次回来,应该是要给家里多囤点粮食,毕竟自己会经常不在家。 小家伙们的饭量也在一天天地变大,如果不更加勤快地获取食物,相信用不了多久,自己的老婆孩子就会饿肚子了。 而正当她准备将食物放下的时候,她也和自己的妻子一样,发现了在家附近的人类,刚开始还没有在意,但是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,面前的生物竟然比自己高大很多。 而且手里还有奇怪的东西,血肖爸爸就这样叼着食物,然后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面前的人类,虽然是一家人,自己的妻子也确定面前的人类不会伤害自己,但是血肖爸爸也依旧需要用自己的方式,去确定面前的生物对自己有没有威胁。 不得不说,这次的摄影师实在是太草率了,因为他的出现导致血肖一家的进度慢了下来,这样最受罪的还是这些还需要保护和喂养的血肖幼崽,父母每多一分去观察周围的环境,他们就要多一分饿肚子。 而这次并没有很顺利,血肖爸爸没有像自己的妻子那样,很快就相信面前的人类对自己没有威胁,相反,他觉得人类十分危险。 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,血肖爸爸竟然直接叼着食物走掉了,现场只留下了血肖妈妈还在喂着孩子。 如果家里的食物吃完血肖爸爸还没有回来,那么这些小家伙可要饿肚子了。 而关于血肖的习性,相信我们频道的老观众应该都十分清楚了,血肖是一种一夫一妻制的鸟类,它们通常居住在寒冷的区域,在抚养幼鸟的时候,通常是血肖爸爸外出觅食,而血肖妈妈则负责在家里喂养幼鸟。 眼前的这只血肖妈妈显然找了一位胆小如鼠的老公,从她那发现人类后,就毫不犹豫地丢下老婆孩子独自飞走的举动,这个爸爸当得还是有点不称职的。 充分反映出了夫妻本事同林鸟,大难临头和自逃是一句多么正确的真理。 此时的血肖妈妈歪头看了一眼躲在旁边的血肖爸爸,她就呼闪了一下自己的翅膀。 血肖爸爸就急忙叼着老鼠跑了过来,此时的她明显还对不远处的人类心有余悸, 只见她嘴里叼着老鼠,得意地对着自己的妻子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,但她还是忍不住地回头继续观望着不远处的人类。 当血肖爸爸终于确定了人类对她没有危险的时候,她就屁颠屁颠地跑到了自己妻子的另一边。 这一次,她没有了心理压力,开始不断地叼着嘴里的战利品,朝着自己的妻子邀功。 此时的血肖妈妈根本无暇顾及这个像孩子一样,像她索取夸奖的血肖, 只见她不耐烦地直接从血肖爸爸的嘴里夺过了老鼠,转头就给丢到了地上。 血肖的天敌很少,但成年血肖也在时刻保持警戒, 对任何可能对他们或他们的子女造成威胁的事物都做好了防御准备。 血肖在繁殖期外是安静甚至胆怯,但是进入繁殖期后, 他们对入侵者就会很不客气。 在繁殖期间,他们常常会面临北极湖、贼欧以及狗、狼和其他鸟类掠食者, 而人类则是他们最危险的天敌。 熊血肖的地盘行为包括发出肺声、骨猴、羊尾并攻下身,并准备俯冲。 他们非常小心地看护蛋,从来不会让蛋无人看管。 熊血肖会在铲卵的附近守卫,而此血肖会孵蛋和照顾雏鸟。 熊鸟和雌鸟都会袭击敌方,采用俯冲或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将敌方赶走以保护蛋。 面对闯入自己地盘的其他熊血肖, 雄性主人还会做出夸张的姿势以驱走入侵者。 他们还会与一些掠食者争夺眼雷鸟和其他猎物。 这些掠食者包括毛脚狂、大雕骁、金雕、游笋、海东青、贼欧、北极欧、短耳骁、杜鸭、狼、北极狐和白幼。 因为血肖常将掠食者赶出自己的领地,将巢筹在他们附近的血验等物种也从中受益。 与很多肖类不同的是,血肖在很多地域属于骤行性鸟类,白天活动晚上休息,偶尔也在黄昏后捕猎。 它们的飞行姿态平稳有力,俯冲力量强,而升空速度也很快。 它们能进行短程贴地飞行,并会不时降落在地面或杆上停息。 在天气炎热时,血肖会通过呼气和张开翅膀来降温。 它们大部分时间都会栖息在视野开阔的地点,如篱笆、草垛、树木、建筑物、电线杆,密切注意其他入侵者,或是伺机从猎物背后悄悄捉住它们。 虽然我们都清楚摄影师是不会伤害动物的,但是让血肖跟对方建立起信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 大部分时间,动物只要一看到人类,绝大多数都会选择直接逃跑。 好在这一对血肖夫妻足够负责,即使面对未知的存在,他们也还是选择留下来保护自己的孩子,没有轻易抛弃,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 这对血肖夫妻俩一共养育了五只宝宝,现在都属于青年状态,食量大的惊人。 每只宝宝每天要吞掉四到五只驴鼠,五只宝宝加起来也就是每天要吞掉二十到二十五只驴鼠。 这也是为什么血肖妈妈给他们喂食的时候,不将食物给撕碎,一点一点地喂,而是让他们整个吞下去,那样喂的话根本就喂不过来。 这些小家伙们太能吃了,只能整只整只地喂。 瞧瞧,血肖妈妈刚抓来一只驴鼠,马上就被这五只小家伙给包围了,争着抢着要食物吃。 一只瘦小的血肖宝宝抢到了小驴鼠,可这只小驴鼠对体弱的小血肖来说根本无法进食。 正当血肖妈妈要给小血肖分食时,另一只强壮的血肖宝宝一口咬住老鼠。 下一刻,小家伙就开始表演自己的绝活了,叼着驴鼠,脑袋不断地上下摇晃,大驴鼠一点一点地被送到口中。 没过多久,整只大驴鼠就已经被全部吞下,整个过程就那么短短几十秒钟,就是那么强悍。 可是那么一点小驴鼠对食欲旺盛的小血肖来说就是塞塞牙缝,血肖夫妇真是任务兼具。 他们必须要给小血肖提供足够的食物,才能让血肖宝宝健康成长。 没吃到食物的小家伙一直围着妈妈叫,血肖妈妈也只能盼望着老公快点回来。 他可不想被这群小家伙一直围着叫,左等右等,血肖爸爸终于叼着食物回来了。 将食物交给老婆,又马不停蹄地出去,血肖妈妈又将食物喂给了其中一只小宝宝。 那小家伙叼着食物就来到了镜头前,开始了他的表演,同样是短短几十秒钟。 那只大驴鼠就被他给整个吞了下去,不愧是亲兄弟,吞噬的手法一模一样。 为了能更快地喂饱这群小家伙,血肖妈妈也决定出去寻找食物。 正当血肖妈妈心冲冲地带着食物赶回来时,眼前的一幕让血肖妈妈吓坏了。 潮雪里根本不见小血肖的踪影,只留下片片飞舞的绒毛。 血肖妈妈紧张地四处张望寻找自己的孩子,忽然,一个远远的脑袋从不远处的草丛里冒出来。 血肖妈妈赶紧过去查看,原来他的宝宝是在这里和他玩捉迷藏。 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发生,是因为看似笨笨的小血肖其实也相当聪明。 每当爸爸妈妈一起外出捕猎时,他们就会分散藏身在茂密的草丛里来躲避危险保护自己。 作为在北极生活的居民,北极熊是这里的一方霸主,北极熊随着海里的兵逐渐消融, 他们被迫前来和我们的雪肖分享这一片台园。 如果北极熊发现幼厨没有父母看护,他们就会吃掉幼厨。 这一次,北极熊沿着海岸线往上移动,不过,他们很有可能会回来。 不过有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躲避天敌了,一只贼欧正在天空上方盘旋着, 在寻找自己的目标,他也好久没有饱餐一顿了。 忽然他看到了自己的目标,雪肖幼鸟,雪肖母亲用自己锋利的爪子做武器,令贼欧不敢落下。 贼欧可不会轻易放弃好不容易盯上的美餐。 他飞到天空中,又选择了一个地点降落,虎视眈眈的注视着雪肖巢巢。 等待着雪肖妈妈放松警惕时,他以极快的速度去捕捉猎取,或者雪肖夫妇出去捕猎时,他可以一下子抓到好几只雪肖雏鸟。 雪肖妈妈识破了贼欧的诡计,他紧紧地盯着贼欧降落的地方,将几只小雪肖用翅膀包裹在怀抱里。 雪肖爸爸为了防止危险发生,也不敢去太远的地方捕猎,只敢在就近地寻找食物。 这就面临着要和别的鸟类抢夺事物。 雪肖爸爸用自己巨大坚实的翅膀驱赶着前来抢食的鸟类。 在父爱的趋势下,雪肖爸爸占据了这块捕食点。 雪肖爸爸将食物带回交给了雪肖妈妈,转眼就落入了幼鸟的口中。 雪肖幼鸟将有驴鼠放入口中,大口地吃了起来,努力消化,尽快长大。 贼欧看雪肖夫妇分工明确,也没有太多的耐心与他们消耗下去。 拍拍翅膀飞走了。 危险过去了,雪肖夫妇终于松了一口气。 极地的夏季对于北极熊来说是难熬的季节,对于雪肖来说是忙碌的季节。 冰雪融化给妄物带来了生机,驴鼠的繁殖季节也到来了。 越来越多肥瘦的驴鼠也让雪肖夫妇,不再担心找不到食物。 这里的白昼漫长,他们能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养育自己的孩子,但也失去了在暗夜的遮蔽下偷袭猎物的机会。 当雪肖宝宝学会飞行的时候,寒冷的冬天也来了。 一天24小时又全都是漫漫长夜,只好往南游荡。 话说得好,寒从脚起,冷从腿来,这句话的道理,没谁比凉爪站立,直立行走的雪肖体会更深了。 大多数雪肖家族的成员,平日里都是立于树枝或土地之上,而雪肖的脚下,则是冻土,台园和冰雪,脚上没点毛,基本上就是透心凉了。 所以一方面,雪肖身上的羽毛,无论从密度还是长度上看,都是家族之最。 这身羽毛能够让它们在零下50度的环境中生存,并且将体温保持在38摄氏度到40摄氏度。 另一方面,雪肖的爪子和腿也被羽毛包裹得严严实实,加上爪子底部厚厚的肉垫,就像穿上了白色的毛袜子又套上了白色的雪地靴。 雪肖无论雌雄,脚上的羽毛都是白色的,但是身体上的羽毛却因性别而有所差异。 雌性雪肖以及幼年雪肖身上的羽毛,白中夹杂着褐色和灰色的斑点,而雄性雪肖随着年龄的增长,羽毛则愈发雪白。 因此,如果见到一只几乎与雪地融为一体的白色雪肖,它很有可能已是高寿了。 对于羽毛纯白的雄性雪肖来说,雪地就是最好的掩护。 对于有杂色的雌性雪肖,雪融化后露出的斑驳之地,也能提供足够的遮蔽。 而北极也是雪肖最适合生产,孵化后代的最佳场所,它们会直接在地面上挖坑产淡,在相对温暖的夏季完成繁衍。 因此,整个繁殖期内,一个雪肖家庭的所有捕食重任都落在了雄性雪肖的肩上。 它既要为雌性雪肖提供食物,以保证能量供给,还要为破壳的雏鸟准备好口粮,因为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且足够的喂养, 稍早破壳的小雪肖可能会以稍晚破壳的小雪肖为食。 幸好,雪肖的捕食能力十分优秀,虽然靠一己之力活成了表情包,但是当它们捕食时,绝对是个没有感情的杀手, 任何掉以轻心的镊齿类动物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 正常情况下,每只雪肖每天大约会捕食7只到12只驴鼠,繁殖季节里则会更多。 此外,雄性还会有计划的积攒和储存一些捕盗的驴鼠,数量通常在10只到15只,以备不时之需。 虽然雪肖是凶猛的猎食者,可人们记住的往往还是它的萌。 比如哈利波特的作者在写作时,就给哈利配上了一只雪肖当宠物,而在加拿大魁北克,人们直接就把雪肖认定为省鸟,仿佛给人一种雪肖那么萌。 不做宠物或吉祥物都可惜了的错觉。 当小雪肖也有一天成为这片草原的王者之时,相信他们不会忘记曾经爸爸妈妈为他们的辛苦付出。 谁言寸草心,抱得三春灰。 母子子孝一直是我们遵循的社会美德。 那么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 喜欢的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